南無本司釋迦阿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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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身身為妙法 無上身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多位大德大家午安 我们看第三页的后面 人生最美的时刻就是现在 不要有任何期待 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此时此刻安详自在 才是最重要 这是佛法对生命的一种看法 过去已灭 未来未至 那么现在是刹那生命 刹那变迁 过去的我们没办法改变了 那么未来的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能够把握的是现在 所以有一种形容词怎么形容呢 说过去的是作废的支票 作废的支票没有用了 不能兑现 那么未来呢 这个支票还不知道能不能兑现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就是现金嘛 知道吗 Cash 那么你现在这个Cash呢 你可以去买东西 你可以买房子 你去买书本 你可以去布施做善事 因为它不是支票 那么我们能把握的 也就是今生 今生能把握的就是今天 那早上过去的呢 我们也没办法把握了 现在我们能把握的是什么呢 从四点十分一直到五点 我们可以认真地来研究幸福之道 知道吧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暂时我们能够控制的 在这五十分当中 我绝对不打瞌睡 知道吧 我绝对很认真地去研究这些道理 来检讨自己 那么这个五十分钟当中的时候 我们或多少的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所以人生最美的时刻就是现在 此生此事此刻当下 如果我们去既望 来生来世来生来世 我们要等到来生来世 我们要等到老的病的死的时候 我才修行 这个叫做三等 三等国民 等退休以后我怎么样子 我怎么样子 等到我老的时候我怎么样子 儿女成分啦 儿女都嫁娶啦 我才好好地归一三宝 这叫三等国民 有些呢是等什么 等太阳下山好好睡觉 等太阳出来我好好去享受 等等等 都是等 三等国民 信服徐服的人 要知道佛陀说 诸心无常是生灭法 一切一切都是快速的生灭当中 老实说 现在也是在刹那 刹那在变迁 那么人生最美的时刻 就是我们拥有 福西能把握现在 把这个时间去转换 转换我们的知识 转换我们智慧 转换我们的善缘 转换成福德智慧的资良 那么这个是信服徐服的人 虽然讲一切是无常 最起码 在我们能够呼吸的当下 我们的确能够做很多事情 当我们不能呼吸的时候呢 什么愿望啊 什么这些都 没有办法把握了 所以这是我们学佛 一种态度 态度 因为一切都是无常迅速 变化的过程当中 那么 要好好的把握 今生今世 此时 当下 此刻 不要老是在等 等我老了 退休了 等我儿女都嫁娶了 那个就是 在等待当中耗掉生命了 也不要预设任何立场 我中奖了 我中落脱了 我有几千万了 爸爸妈妈我可以 只要我中到落脱奖 我当大官 我当什么样的时候呢 我好好孝敬你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能孝敬的 赶紧孝敬 不要你预示一个立场 等我有什么样的条件的时候 我才做什么 不是这样子的 就我现在拥有的条件 我好好去发挥 那就没有错了 所以这个是 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要减少烦恼 断除烦恼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时间上呢 我们要好好的去善用 此时此刻 今天我有五分钟的读书时间 我就利用五分钟 读一点什么 看一点什么 你不要以为是说 我整天没有事 我才来读书 我才来研究 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的 真正会读书的人 五分钟 十分钟 半个小时 都不会浪费掉 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精打细算 我们用一块黄金 去换一块石头 人家会说我们是傻瓜 可是我们把被宝贵的时间 我们去烦恼 我们去伤心 我们去难过 然后我们怎么样子呢 看那些无聊的节目 杀时间 很可惜 把那宝贵的时间 黄金时间呢 耗在那些怎么样子呢 杀时间 这是最笨的人 这是最笨的人 我们只能把这个时间呢 一直转换 转换 诵经 研究 读书 做善事 孝敬父母 拥抱你的妻子 而你 该做的事情 你就去做 时间就转换成我们福德智慧的滋养 那如果把我们的宝贵的时间 那如果把我们的宝贵的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